我们现在呢桌子上有一瓶那个黑黑的药水 请你用那个药水在杯子里面喷洗一下 它不是黑黑的对不对 它是绿绿的 请问 那是什么东西啊 来第一个字叫广 谁知道 你说广道颜料 看来手 来90分 那它总共有五个字 不是四个字 第二个字叫用 来谁知道广用什么什么 你说 广用指示记来用力给他拍手 来什么国小的 来大家转学到词文 各位你看他都知道 广用指示记有没有 是桃园的啊 好来那现在呢大家拿着杯子这样放一下放一下对它是一杯什么颜色的议题啊真的吗为什么我看到有人是蓝色的蓝色的我跟大家讲蓝色才对了对那除非是这样的哈 Case 1你们杯子没洗干净Case 2我们桃园的水比较中性 来广用指示记的用符就是测量什么性 有高手什么国小 内定国小来 内定国小 还有内定的 内定国小搭转学 来每人那个抓一块干冰小块的就好 我们要加好但是不要丢进杯里哦 夹着夹着 夹着干冰哦 对冰棒可以拿出来 太硬的话都拿出来哦 如果软的话还放里面哦 来加好了来老师数到三 来老师数到三哦 来我数到三我们一起把干冰丢进杯里哦 来一起数 三放 三放 发生什么事啊 哦变酸了 高手内定的好强哦 他看到变黄色哦 他就知道变酸了 因为酸检指示记呢 里面有很多种 其中这种广用指示记 在中性的时候是什么颜色的 绿色 那在酸性里面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哦 因为 他是用各种的植物色素啊 配成的哦 那当他跑到碱性里面 他会变什么颜色呀 蓝色哦 对红成黄 然后蓝电磁 对不对 来小朋友一起说啦 哦 广用指示记如果他变成红尘黄 代表异体什么性 我们在念是红尘黄 衰性 蓝电磁 碱性 绿色呢 对小朋友这样就学到了啊 来我们刚刚那是什么季啊 广什么 广较 尘黄 嗯好棒好棒啊 好来那我们的桃园的水好像比较中性 那老师到别的地方去的话 我常常是碰到碱性的水 好那碱性的话就会是蓝色的哦 那我们把干冰丢进去 他就从蓝变成绿 然后变成黄 甚至变成橘色哦 你看看你们的有没有橘橘的 对不对 就会变成非常漂亮的一个化学魔术 好来先转过来 那干冰本身没有酸碱性 他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 溶解在水中 那才产生的酸性 那所以干冰在丢在水里面 以前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他叫酸干 干干的酸嘛 但是他那个干的话是一个有字旁 再一个干色的干 来小朋友跟老师念酸干 酸干呢指的是非金属氧化物 像碳啊硫啦 它的二氧化碳啊 二氧化硫啦 二氧化氮啊 这些东西溶于水呢 就会变酸性 就叫酸干 那如果呢 金属氧化物 溶于水呢 就会变成碱性 那他就叫做呢 碱干 跟我念碱干 碱干 葡萄干 来牛肉干 不一样啊 酸干 有字旁一个干色的干 哎呦 嘿 你看做老师字好漂亮 好来 那我们现在呢 我再讲一遍啊 二氧化碳 干冰 干冰是二氧化碳的固态 所以他就说二氧化碳 溶于水 会有酸性 那还没有溶于水 他叫什么 讲了半天没有任意我 酸干 还没溶于水叫酸干 溶于水就是酸性 OK 好 好 来 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观察 请各位低头看看 那我们呢 这个 在杯子里产生了很多白雾 对不对 好 他产生白雾的时候 会比 把干冰拿在空中 产生的还多 对不对 哎 那为什么呢 我们再继续观察 杯子里面 就在产生泡泡了 请问杯子里面的泡泡 是什么颜色啊 白色 哎呦 杯子里就白的 超神奇的 来大哥哥来帮我发黏土 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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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那 他在杯子里面就产生白色的泡泡 然后呢 就在杯口产生一堆白色的烟雾 这件事情 你好像在哪里见过呢 百货公司 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 对 百货公司约约会 哎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有没有去百货公司看到有一个专柜专门 卖精油 精油这边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机器一直冒烟雾 那那个是怎么产生的呢 原来 他们呢 就有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就会哦 不停的做超音波 或者叫超声波的震动 你知道吗 不停的震动 那就会让水变成雾 所以那个过程就叫雾化 来 小朋友跟老师念了雾化 对 把水呢 用快速震动的方法 让它变成雾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干冰 它在空气中因为很冷 会让水蒸气变成雾 来 各位观察一下你的冰盒 那个冰冰桶桶的外围 外围 有没有一些白白的东东 那是什么 霜 对 那是霜 那不是冰 请问冰霜有什么差别 冰跟霜 对 有冷热的差别 拍手 还有呢 冰跟霜有什么差别 霜是谁说的 内地的 霜是什么 冰是什么 你说 霜像是那个在高山林 然后地狱里面 那个 你看它冬天 然后水蒸气里面 有没有 来给它拍手 水蒸气直接凝结了 来拍手 什么国小 内力国小 不是内定的 OK 来 大家从内定转到内力 OK 好强 好来 我们并没有看到周围有水 但是它上面结霜 霜也是水的固态 对不对 它就是让水蒸气呢 就直接附绝在上面的 慢慢的结冰 那因为水蒸气来的时候呢 可能是从左边来 可能右边来 它是不均匀的 所以形成的结构很松 双就是这种 但是呢 你们刚才把冰放在那个干冰箱里面的时候 然后那他们就是很有秩序的在结冰 很有秩序结冰的时候 它的结构就比较紧 那个叫冰块 好不好 所以 对 这边有一堆液体 它一起结冰了 那这个呢 就叫冰块 那如果是从水蒸气呢 这样子松松的附绝上去就叫结霜 好不好 对 那反过来讲呢 我把干冰丢在这个水里面的时候呢 它就想要变成气体 那它气体出来的时候呢 哇 不但是产生大量的气体 我跟小朋友讲 为什么你们不能把干冰盒子锁井 因为当干冰变成气体的时候 体积会膨胀八百倍 八百倍 那你说锁井就是八百大气压 八百大气压 那太可怕了 对不对 什么都炸掉了 老师我曾经交过很多场 但是有一场我到嘉义 也是对小朋友上 他玩得很开心 我们前面怎么交代都讲 你把干冰 不能放在任何一个封闭的盒子里 例如说宝特瓶 你绝对不能锁盖子 罐子也不能锁井 可是他觉得太好玩了 那他就用它带着随身的水瓶 那种硬壳的塑胶有没有 他就偷偷放一些锁起来 塞在抽屉里 就突然之间 蹦一声我们说怎么了 然后呢 那个桌子底下还有一层铁 有个抽屉有没有 整个炸掉下来 你看那个威力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哎呦桌子反面 一个洞一个洞 然后我们就叫那个小朋友过来 你的皮硬呢 还是那个桌子硬 他就不讲话了 他整个罐子炸成好多尖的碎片 很lucky 我们现场没有人受伤 非常lucky 真的 老天保佑 所以 来 你们今天来有没有保险 没有 所以千万不要把鞭块丢进任何容器 而且锁起来 好不好 小朋友你要监督把他妈妈不要让他锁起来 哦 你当小厨长哦 好来 有没有听到小朋友小厨长 好来 那我们继续讨论那个刚才杯子里面的那个产生的白雾哦 他产生的量很大 因为他不在空气中 他直接接触水 那他的体积一膨胀的时候变成气体 然后就跑掉了 那旁边的水继续帮他加热 所以他就一直产生气体 但是光是这样 还不足以让他变成那个雾 他只是变气体 不会变雾 他会变气体 因为他直接接触到水 那他要 气体要出来的时候 会推动那个水 让水震动 是这个机制啊 所以呢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对照组 来 小朋友 做实验一定要有什么组 什么组 实验 哎哟 太厉害了 常常来我们家的科学广场的小朋友都知道 再讲一次 来 什么组 实验 不外照 强啊 好来 现在呢 请大家把你的黏土揉成一颗球 好 老师我呢 最喜欢做一些香土科学 好 我们各个21世纪哦 那大家做什么事情都要发挥创意 那我们台湾呢 地小 然后东西不多 人又很多 啊 所有的能源都要靠运输进来 所以我们台湾最大的资产在哪里 脑子 这样子 好来 那小朋友呢 你想 我如果要跟国际去交流 跟国际去竞争 那别人有我也要去做你永远跟不上 对不对 所以只有怎样 我要做人家没有的 那我们台湾呢 有全世界最独特的一个地形 小小的就有4000公尺高山 台湾呢 有全世界的最独特的人种 我们以前包括有欧洲人过来 对不对 那有日本人过来 有大陆人过来 现在还有南太平洋 跟那个东南亚过来 所以这样形成的人种一定最独特最杰出 有没有 好来 那所以呢 各位小朋友 我们就要把我们独特的东西去跟外国做交换 那人家就来尊重你了 因为你有他没有啊 对不对 那你来就随便用筷子绑个东西 人家就用iPhone6来给你换 因为他没有 叮咚 好来再说了再说了 概念上是这样 好 现在各位在说的就是我们的固有文化 这样你说 你会觉得你在说什么 汤圆 汤圆 来 什么时候要吃汤圆 就是 啊 你到底缘都几个东西 都要吃 都要吃 好 来 那你这样揉揉揉的就变一颗球 有谁教你这样做的 你想都没想 你就这样揉出来一颗 来看老师这个动作 这样会不会是汤圆 不会 为什么呢 不是 你看一下老师的手 拂子 十指跟中指的互相垂直 这个叫直角坐标系 跟我念直角坐标系 直角坐标系 好我们现在拿这颗球呢 放在不管是XY还是Z上面看 它都长一模一样 这三个轴上面 所以 什么是球 从我们物理学的观点来看 是一个各相同性的东西 什么方向 性质都一样 就叫球 符合各相同性相同的 那只有两个 一个叫点 一个叫球 有没有 好 来 那但是呢 看老师这个动作 我这样 跟你这样子搓 这样搓就会把这XYZ三个轴 给它弄混 有没有 但是我这样搓呢 只有两个轴这样扫 但这个没有动 所以这个叫Z轴 没有动 所以它这样的形状 你即使不看 你也知道它大概是什么形 长条形 最接近的几何叫什么 圆柱 有没有 圆柱是因为它有一个什么性 方向性 好 现在请大家把汤圆摆桌上 用手掌把它压扁 手不要离开 压扁 手不离开 你告诉我 它现在应该变什么形 对 它最接近的几何形 就叫做圆柱形 圆柱体 为什么 因为本来它是一个 各项同性的球 你现在是不是往下压 给了一个方向 只要给人方向 那边就不会是球了 但是另外两边是不是球 是个圆 所以它就变圆柱形 来 手打开 它会让你想到什么季节 要吃的东西 月饼 月饼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我们有元宵节 有冬至哦 我们又有中 那个中秋节了哦 来 再来 要过年了 过年哦 大陆北方人 他们要吃东西 要吃一种特别的东西 叫什么 水饺 来 你有没有擀面杖 有 你有筷子 来 请你用筷子当擀面杖 把它压扁 来 做面皮哦 那我们做好这个面皮呢 给它包馅 待会我们要包的馅 叫做干冰 啊哈 这是你生平第一次哈 做一个干冰汤圆 水饺吧 干冰 没有 你先做水饺 再把它揉成汤圆 好 来 先把它推点 对吧 做建议 我们要给干冰汤圆 以前老师住建村哦 那个 要过年江家户户就在那边 擀水饺皮 好 现在我们吃水饺去店里面 点一克 好 来 现在请各位拿一块最小的干冰哦 然后呢 放在我们水饺皮中间 然后把它搓成汤圆 搓成汤圆以后就是包馅 包馅粉圆嘛 对 包馅粉圆要去哪里吃 现在哪里都蛮有 来 各位小朋友 我请大家猜猜看哈 A B C D 等一下我们做好的一个包馅汤圆 完全不漏气哦 当我把它丢到水里面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A 那这个汤圆会变大哥 B B 汤圆会缩小 C 汤圆会炸碎 变成很多碎片出来 D 汤圆不会炸碎 但是它会像一个柚子这样 锅了以后张开来可以当帽子戴 一发生灵异现象 你丢到水里它就不见了 来小朋友举手表决 认为我把一个包着干冰的汤圆丢进水中 会变大 请举手 变大 来 好哥哥也要举手啊 你看现在意见不合了 对 好来 谢谢 老爸也要举手啊 变小 缩小的举手 来 有 那几位哈 搞不好你们会对的 来 会炸成很几个碎片 好几个碎片 有 有没有 好 好来 谢谢 请放下 不会炸碎 它只会炸开像一朵花 好 你举两次 对不对 好 先变大再炸开 OK 谢谢你 来 灵异现象丢到水中 就不见了 没有人 谢谢 谁帮忙举一下嘛 对不对 美女帅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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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来 老四喊一二三 一百 已经说好了没有 不要先丢 先丢就不好玩的 来 预备 一 二 三 一 一 哇 又没变大 也没开花 对不对 不大不小 我 中国人是灵异现象 又不大也不小 随便什么水都可以 泡泡 好来 重点是 各位小朋友请看 现在呢水中的泡泡什么颜色 泡泡 泡泥 哎 为什么 刚刚不是说都有白白的吗 有白的 对原来这个是对照族 对为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讲会有白白的是因为就是震动的关系嘛 啊我现在这个干冰并没有直接接住水 所以他只是自己变成气体 他自己变成气体就变成什么气体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冰在什么颜色 五色透明 对不对 来 你现在看到就是二氧化碳了 有没有 好棒哦 想吃冰了 来 现在请大家把冰块拿出来 冰棒 现在可以吃哦 任何时候都可以吃 可以边玩边吃 但是呢 待会你一定会舍不得吃哦 不是 不是 你会急的想玩 好 我们待会呢 要换泡 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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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嘴巴吃 可以吃 我都不知道 那我还吃哦 你不要吃 好嘞 那现在呢 请大家 这样子 来 把你的盘子 盘子 一人一个盘子 一人一个盘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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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东西要有盘子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有筷子 哎呀 真的好像进餐厅了 原来我们都是假日科学餐厅 哈哈哈哈 来 好 现在请各位在盘子里面加一点水 对 有白毛一层就可以了 没有没有要有一层啊 有一层啊 大概有个厚度半公分吧 有一层啊 对 好 来 好 你的那一桌上是不是还有夹链袋 有 有 来 每人拿一个 好 我们现在要做比赛了哦 每人拿一个夹链袋 你盘子里有水了 对不对 好 现在 比赛 请你在夹链袋里面放一块干冰 然后给它封口哦 我们要来比赛谁最先爆炸 原来这个叫做干冰炸弹 放进去封口 一定要封紧哦 那如果说你没有封紧 它就只有漏气不会爆炸 好 来跟大家讲 这个活动的意义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说干冰 它变成气体以后 体积膨胀几倍 800倍 对 800倍 当它接触到水 水就给它加温 然后你就会看它变大哦 来看谁第一名 放在水里面哦 你会放炸的 你会放炸的 哎呦 好可怜哦 我会放 来水多加一点 它如果不炸你就给它倒水 它如果不炸你就给它倒水 好热闹 来 来 来 啊 那个小朋友呢 那个 带子一直在转 就是在漏气 那个不用 不用 那个美酒 来 换一个袋子 换一个袋子 如果它漏气了 就会看到它一直转 或者有土泡泡 好 我们就给它包起来 用心的把它包起来 那再来可以再玩哦 继续玩 现在啊 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哦 现在我知道 你知道我们亲子科学的厉害 我要请你在30秒里面 包括现场的大哥哥大姐姐 你们一人拿一条黏笔 对 我要你们在30秒里面 做一个很special造型 很特殊造型 是我规定的造型哦 在这30秒里面 之内 也不要听进谣言 也不要传播谣言 来 黏土南行 来 请你做一个正式面体开始 不要听进谣言 不要传播谣言 还有25秒 正式面体 不要听进谣言 爸爸妈妈不要跟小朋友讲 小朋友不要跟爸爸妈妈说 每个人做自己的 不要听进谣言 不要传播谣言 正式面体 看黑板 正式面体 还有15秒 还有10秒 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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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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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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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面体 就是四个面 每个面都是正三角形 来 长这样哦 这样哦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它其实就是个三角锥 它就是端午节的 种子 原来 有没有 来我叫大家坐 来 你现在把他楼成一颗球 我叫你一秒钟坐好 来大哥大姐刚好做对吗 我跟你讲大部分都不会对的 来拿着用三根手指头抓着这颗球 然后靠近桌子往下压 三根手指三个面有没有 桌面又是一个面 这样就正式面题 来有没有我们这个黏土跟好多捷径有关系 好来请把你的正式面题摆桌上 然后把针筒的活塞拔出来 针筒活塞拔出来 好请那个 请把活塞沾一点水 活塞的橡皮沾一点水 对沾水有杯子就放进杯子里 好来 那针筒的统统 针筒的统统尖端朝下搓粘土 对 针筒的尖端朝下 对然后搓粘土 好那确认他没有漏气哦 我要跟他讲正式面题跟台湾非常有关系 每一年夏天哎呀下大雨还有呢 山洪爆发还有台风呢海岸就会被冲毁 所以我们去海边或河边会看到好多正式面题的 小波块有没有小朋友跟老师念小波块 小波块 对以后吃粽子要想到小波块 好那海边要想到粽子好吗 这个叫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学东西要能够有一个广度 这个广度就可以帮助我们记忆 就像我刚刚讲的五位虾子一样 你眼睛看着存在脑子右边 耳朵听着存在脑子左边 那存在不同的位置他们会产生神经的那个延长 会连结那会帮助你记忆 好来现在全部针筒都是直的朝天外板 请你看一下上面有没有对着日光灯 有没有对着我们投影机 如果没有我们就可以开始发射大炮啦 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来每个人都这样哦 喂我是说粘土要粘在桌上 针筒朝上 上面有没有日光灯 移开啊 你移开一点点 就是待会这一根 待会这一根会这样子 蹦出去 还是能打到天花板的 你的愿望会成真 对你这个有没有沾水 有因为它产生八百倍的体积啊 你丢那个一单位进去一毫升进去 它会产生八百毫升 那压力很大 它就会哦 那个只要不打坏我们日光灯 把天花板打个洞都没关系 打坏日光灯留下来做炒工 那把天花板打一个洞呢 啊就做一辈子 OK好 放心啦 不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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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你都会打几个洞而已 好 现在每个人在我们真筒里面丢一块干冰 然后再把活塞塞上去 然后再把活塞塞起来 来看看谁第一名打到天花板 黏在锅上 黏在黏土上 黏土黏锅上 黏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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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人跳起来呢 黏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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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怎么调整才会让它变成色道天花板呢 黏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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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